來到5月又是到了收炸彈的時侯 我是說稅局的綠色炸彈,打工仔 稅務局公佈 今年度向納稅人發出244萬份個別人士報稅表 比上年度增加了一點點 又是時候提醒大家何時要交報稅表 記住,一般人士要在今年6月3日或之前填堡個人報稅表 經營獨資業務人士就需要在8月2日或之前填堡 用稅務易網上報稅,期限會延長一個月 至於今年又有多少稅務寬免呢? 沒有留意財政預算案的話就要留心聽多次 不過要留意了 由2024至25年的貨稅年度起 身奉稅和個人入息貨稅 就會實施標準稅率兩級制 如果入息淨額超過500萬 頭500萬是以15%的稅率計算 之後的金額就會按16%來計算 至於政府稅收方面 稅局的數字就顯示 2023、2024年度的整體稅收是3420億 比再對上一個年度少收182億 主要是來自印花稅和利得稅減少 不過展望來年 稅局就說有望增加12% 是不是太樂觀呢? 譚大鵬就說 預算案設立後 留意到市面交投量有上升 加上失業率持續低水平 本地生產總值回升 再加上本港成立公司的數字增加 和有更多人才來香港等等的因素 對稅收增加很有信心 包括在股市方面的憧憬 我們的股算和物業市場方面的展望 在目前來說我們是審慎樂觀 當然會一直留意市場的發展 我要用一班的合言 趁機 我正在路上 其實不是要用我嗎? 我不是要用我嗎? 我希望你我的母親為